哈囉各位LiTV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王麒麟 我今天這一身就是 路易威登最經典的 Demir的棋盤格系列 那就是聊到今天的時尚 那個流行大概是什麼 我覺得流行就是 穿出自己的舒適感 然後也穿出自己的風格 然後簡單好看就好 那平常麒麟啊 因為那兩邊穿過一些流行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在網站上 或是在像是Instagram 或是Facebook都有 就是會覺得很新奇 然後也很興奮 畢竟不是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上 所以還多了也許多的緊張感 那應該不會這麼緊張了吧 好多了 你看我現在可以跪在這邊 這樣比較輕鬆跟你聊天就好一點點 你看今天18號是你的生日啊 生日快樂 謝謝 那你想說哪裡怎麼慶生呢 其實因為我星期日就要出發 東南亞就是連續三戰的比賽 所以其實我的生日必須在印度國 對所以 像今天晚上活動結束後 可能就有朋友會先幫我提早慶生 那可能生日當天就必須在國外 因為我們家過年習慣都是家人自己煮 所以其實都是我媽媽自己下廚 就是我媽媽跟親戚下廚 那我最喜歡就是可能我媽媽自己的一道菜 叫培根鳳梨捲 就是它鳳梨捲在培根捲鳳梨 怕胖就多跑一點喔 我想說能吃就盡量多吃 那不管怎麼樣把它吃完了再動 把它消耗回來 2024年因為今年是奧運年 所以我的重心還是全部放在今年的奧運會上 那之後有什麼工作 或是有什麼之後的規劃 就可能等奧運結束以後 然後才會再去做一些宣布 或者是做一些規劃 那現在的目標就是當然就是 努力的訓練 然後好好的希望能在今年的奧運 能為台灣再躲下一面盤 就是盡量的讓自己 在一個最好的競爭的狀態 然後不要讓自己過胖 然後也不要讓自己太累 就是希望可以讓自己保持平常心 然後有一個良好的競爭力 然後維持到奧運的時候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